伯悠作這次在小劇場大夢想 裡面的新作品叫做 是父師西已切 這六個字其實道著念正著念 就是你都可以解釋 是父師道著念就是師父士 然後但是不是取道的這個音 而是我認為師父他是父師 更像父親這樣 然後士就是他們的師曲 西已切呢 就是除了他代表隱藏的那個 西這個字之外 就是如果用這三個字的字面的話 就是我的西記沒有了 就是因為師父不在 我沒有辦法再向他們學習 我某種程度的失落跟某種程度的 就是無奈跟某種程度的 是怎麼辦這樣 就是他人生的一個仰望的一個目標 消失的時候 對 我該怎麼辦 所以劇名是這樣來的 然後 可是你真的有一點討厭 老師都走了還要麻煩他 你取的名字還要問他們兩個 我老師走的時候為什麼要麻煩他們呢 因為他們兩個 常老師都要說他是柏佑座的顧問 我說對 你是我的顧問 那常老師 然後國學老師當然就是我常常去煩他嘛 這樣會問他的事情 然後他們走 他是終身義工 對 然後沒有他要負責任 名字他對不對送的這個 他就說你還沒有倒啊 我說你怎麼這樣講話 他還沒有倒 他們走的時候其實因為我們還蠻傷心的 然後剛好又結婚 所以我們本來我們劇團有個招牌 就是我們劇團其實有一張我爸爸寫的一個 柏佑座的一個金字的一個招牌這樣 然後都掛在我的書桌上面這樣 後來我就把他有一天我就覺得 不知道哪裡來的想法 我就把我的招牌拆下來 然後我就拿去附近的土地公廟 我們家土地公廟 然後就鑄倒一翻之後就把它燒掉了 我就說燒給他們了 因為我想天上應該沒有劇場吧 就是應該沒有劇團吧 不如我就把我的劇團燒上去 因為他們兩個人其實 常老師一直跟我說他想看國學老師的戲 這樣 因為他想知道他的那個借貸是怎麼用的 那他們都在我這邊過來過去 可是他們一直沒有機會見到 那我想那我燒上去 你們就可以待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對不對 還可以順便勘照一下我的劇團 這不是迷信 這是他就是 我覺得這是他心中的某種對老師致敬的儀式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跟我講 他把那個不用做的那個招牌燒掉之後 我就說真的喔 後來想想也對 就是他我覺得這一切的安排都很巧妙 就是那個招牌是一個黑底的紙 黑色的紙 然後爸爸 他的爸爸用金色末在上面寫博又做三個字 然後我就說我覺得他們應該很喜歡 就是冥冥中也就覺得 那老師們就是在天上看顧著我們後面的這些後生晚輩 應該也會希望有個地方可以待 對啊滿不錯 而且這樣我們自己也會想 有一天我們百年之後我們也可以回去嘛 是不是 對 有個地方去還不錯 這齣戲其實也在講百年之後對不對 有一個重要的橋段 我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提醒我自己的事 理性的提醒我自己是千萬不可以自逆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戲其實 對你的兩位老師的影響 對觀眾來說 對 很多人會覺得是 我在講這兩位老師跟我的橋段 其實不是 結果其實我是從他們之間 他們給我的跟他們的逝去 我得到的結論 提煉出來變成一個中性的橋段 所謂中性的橋段就是 他應該是跟所有人都有關的 因為所有人都會經歷生離識別 所有人都會有個仰望的背影 不管是誰 這樣 未必是師父這樣 然後裡面我們兩個都有演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人各自 我演的比較多 我各自是演的是代表三個人 我裡面有演 其實我演的這三個人 其實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師父 師父裡面有 包括常老師 包括國修老師 還有我未來當了師父之後的事情 這樣 然後那個可能應該是說 貌似是參 我是 大家會以為是我去參加告別式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不是 應該是黃雨菱在參加 黃雨菱在辦我的告別式的時候 然後徒弟來了 再哭得很傷心 他看到徒弟的時候 想起當年我去參加師父告別式的時候 那情節 然後因而想起了師父教導我們這整 whole thing 就是全部的事情 然後用碎片拼成一個看似無關 但是他又是可以意義貫之的一個情節 那用這樣的結構的原因是因為我認為線性故事比較沒有辦法 他是結構型的 不是線性的故事 因為我認為線性故事比較沒有辦法 他會有疏離感 反而會有疏離感 我再看一件事情 但是像這種結構的話 他就會被帶入 他會容易被帶入那個情境之中 然後在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 突然就 我懂了 原來是這樣 然後他就被感動了 因為我想描述的是感覺 在腦海裡的感覺 然後我如何直接放到你的腦海裡 而不是我用理性讓你去講一個故事 然後講完 然後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有點感動 不是 是直接就是 就是 他在跟我們講解這個劇本的時候 他講解這個劇本的時候 他就說我問你 你如果夢到一件 你看似很真實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起你的人生當中 其中一個畫面 你會有時間差的 你會有時間排序出來嗎 我說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感覺 他說對 可是你另外一天想到 你人當時在哪裡 然後周遭的畫面 開始變得很清晰 才 就好像 就你會想到最重要的事情開始 對 然後那些東西才突然冒出來 然後可能經由別人的敘述 或是共同的 再重新重整的會議 他說對 當時那邊還有一個什麼什麼 就突然嗷那小狗就出現 對 可是那天我現在是下雨的話 開始下雨 然後我就說 應該去當那個電影導演 我就說這畫面好電影 可是就是 在排戲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覺得 對 其實在 每一個轉場當中 其實我就會慢慢有 那個畫面出現在我心裡 所以 東西在台上 所有的道具跟人 在台上的虛實跟轉換 我都會覺得 它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 它就是腦海裡面的一個念想 或是一個念頭 對 然後我們試圖在劇場中 呈現出那個腦海裡的畫面 這樣 而且其實 對啊 就它講起來 這整個劇本 文本上來講 它的 它的故事真的極短 因為就是 我在那個告別式裡面的一念之間 沒了 它可能是幾秒鐘的事情 可是當中累積的年歲 歲月有這麼這麼長 然後情感有這麼這麼厚 所以它用一個飛線式的結構 來呈現這樣的情感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當中有來看牌的一些小夥伴們 就是他們會 你問他故事 他說 我一下子講不出來 但是我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對 你的靈魂的那個片段 然後他的哭點是說 你們為什麼要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 我覺得我哭的 跟你們要講的意思 應該不一樣 我說沒有 應該是一樣 因為你一定會在不同的地方 有自己的投射 那就是你自己的故事 對 好 今天真的很謝謝兩位 來跟我們分享 兩個大師 對 謝謝老師 還在讓他們兩位忙 我們還是經常的 在心裡面跟他們講話 怕他們有點無聊 所以我們要招呼一下 原來是體貼 召喚一下他們 謝謝 謝謝 很期待你們的新作品 好 歡迎來看戲 對 歡迎來看戲 謝謝 謝謝 謝謝